你或许觉得一块钱什么都做不了 这个男孩却为了一块钱甘愿做一头马 管家为了找人背着残疾的少爷 以一天一块钱的价格挑中了这个强壮 有些智力缺陷的男孩 吉亚第一天背着少爷上学 就因为迷路迟到了 别的小朋友都在校园里读书 吉亚却只能来到驴棚 和他的同事待在一起 吉亚的迟到令少爷很生气 为了捉弄这个智力缺陷的男孩 便不停地捉弄对方 他让吉亚带自己上厕所 然后用尿液在墙上刺出吉亚的新名字 驴子放学回家的路上 骑着驴子的同学要比赛跑 少爷明知自己的麻指有两条腿 但他还是要和其他同学比赛 少爷手里拿着棍子 口中不停喊着驾驾 吉亚一个弹射起步 将其他驴子都甩到了后面 可两条腿的怎么能比得过四条腿 吉亚一会变类地瘫倒在地 见同学们超过了自己 少爷不停地抽打地上的吉亚 为了得到冰淇淋的奖励 吉亚艰难爬起 可最终吉亚还是输掉了比赛 看着富家少爷们 吃着甜美的冰淇淋 吉亚羡慕极了 但在少爷的指令下 他只能默然离开 好不容易将少爷送到家中 吉亚还要为少爷打热水洗澡 第一天的工作完成了 满身疲惫的吉亚 终于拿到一块钱的报酬 在回家的路上 他高兴地大喊大叫 而他自己的家 却是在废墟中的下水管道 四日一早 看着天空自由飞翔的大雁 他还不忘给自己打气 自从有了自己的坐骑 少爷也想和身体健全的孩子杠一杠 在少爷的指令下 他拖着主人 怒吼着向前冲去 可两人很快被打倒在地 显然他们这次又输了 少爷对此很是不满 回家的路上 他又看到一个坐着轮椅的男孩 为了尝试这种新型做起 刚一进家门 他就将吉亚炒了鱿鱼 吉亚诉说自己遭遇的种种不公 我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 你却对我又打又骂 如今有了新欢又忘了就爱 见少爷不为所动 吉亚开始展示各种搞怪的动作 站在一旁跳舞 躺在地上装死 想要以此重获少爷欢心 可少爷是王八吃秤驼 铁了心要赶他离开 吉亚走在回家的路上 却没了往日的欢快 为了重新变成少爷的马 他在少爷上学的路上 刻意制造偶遇 见他挡在自己车前 少爷让吉亚捡来了几块石头 本以为是少爷接纳了他 不料他却将石头狠狠抛了过来 吉亚并没有为此放弃 他一路跟随少爷来到学校 终于等到了机会 残疾少爷被石块拦住去路 想要走进学堂 却没有一个同学愿意帮他 吉亚看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熟练地跑到车前趴下身子 拖起主人走去课堂 少爷示意吉亚递来几块石头 然后再一块块地砸向他 吉亚为了这个一天一块钱的工作 丝毫不敢躲避 只有保住工作 他才能吃饱饭 可放学的路上 小少爷依旧倔强地摇着三轮车 吉亚跟了好久 最后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少爷远去 或许是时来运转 小少爷的三轮车坏掉了 他找到了集市上的吉亚 并让对方拿来一块最大的石头 看着惊恐却不敢躲避的马 少爷将石头扔进了小河 吉亚被重新录用很是开心 两人在院子里开心地跳起舞蹈 他们次日来到校园 再次踏上了战场 吉亚为了保住工作 一次次地被击倒 又一次次艰难地爬起 在他不懈地努力下 终于将对方击倒在地 少爷给出了冰淇淋的奖励 吉亚望着香甜的冰淇淋 却没舍得吃 他以最快的速度感到极势 在冰淇淋彻底融化之前 吉亚找到了那个乞丐女孩 将拼死获得的奖励递给了女孩 原来他早就喜欢上了女孩 经常在路上默默地看着她 少爷得知此事 表示自己也喜欢女孩 他要和吉亚一起分享女孩的爱 吉亚认为爱情不是面包 是不可以分的 吉亚闻言头也不回地离开 只留下少爷在风中凌厉 第二天 少爷令吉亚背她来到集市 按照少爷的指示 他找到了乞丐女孩 少爷从怀中掏出铜板 每一个铜板 都能得到乞丐真挚的祝福 在喜欢的女孩面前受到羞辱 吉亚抛下少爷生气地说 我以后再也不会背你了 见自己的马来了脾气 小少爷瞬间慌了神 原来少爷也是个可怜人 母亲在战争中失去生命 她也因此被炸成残疾 父亲给妹妹治病去了国外 家里只剩下她一人 为了留住自己的马 残疾少爷三步并坐两步 一把抓住对方脚腕 少爷拽倒了吉亚 迅速爬到她的身上 吉亚见状并没有反抗 也许这一切只是为了活着 这天一个挑水的路人和少爷讲 想租下她的两脚马体验下 少爷收钱之后 便将马租了出去 一时间众人纷纷前来体验 这个顾客为了体验效果 还从家里带来了马鞍 吉亚经过初次改装 也因此变得更像一头马了 一人试驾完过后 说她若能跑出马提升 那就更加完美了 为了满足顾客需求 男孩嘴里被套上缰绳 鞋底被钉上马掌 每一个钉子下去 她都会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为了将她驯成马 少爷拖着草料来到牛棚 一手抓起草料 一手拉过缰绳 吉亚起初扭头拒绝 可是在少爷的逼迫下 她最终选择了妥协 此时的吉亚不再是吉亚 她真的成了马 再次看到乞丐少女时 少爷问对方想不想骑她的马 女孩摇了摇头 少爷见状将钱洒到地上 女孩在后面一步步跟着捡钱 一直来到少爷的家 走进了少爷的房间 吉亚看到这一幕 嘴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 从此之后 少爷每天都会用自己的马赚取租金 然后用赚取的租金 和乞丐女孩约会 这天管家为吉亚带来了一件礼物 帮她完成了最后一次改装 即使回到下水管道 她也不再是吉亚了 最后的吉亚不知去了哪里 管家再次来到满市管道的荒坡 如同之前一样高喊 我需要一个男生 一个干净的强壮的男生 一天一块钱 荒坡瞬间沸腾了 一群人从管道钻出 向着管家奔去